每次录视频的时候 大家都会问我一些多肉品种的名字 然后不认识 我也总是忘记把这些名字打在屏幕上 这次呢我就做了一个多肉品种的合集 把这些名字呢都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一盆漂亮吗 第一盆这个叫萤火虫 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阳台吧 它是红色系的多肉 然后全状态呢就是夜背全都是红色的 之前我看莫莫有一盆 所以我就种草了这个 第二盆这个是陈露 有小伙伴说呢它是那个帕拉梅拉 其实它们是有区别的 这一盆是帕拉梅拉 它的叶尖就是比较尖 然后你们看这个陈露 它的边缘是很圆润的圆滑的 两个的叶形是不太一样的 这一个是轰动 大家总是问我要链接 其实它们来的时候呀特别丑 你们看图上面就是它刚种下的样子 这个完全就是后期养出来的 空出来的 这一盆是吉娃娃 这一颗是三年前买的 我想起来当时下单的时候 它应该是水蜜桃 它是我小苗带大的 所以现在也都是小小的 空的也比较狠 大家都说这个水蜜桃 它的颜色会比那个吉娃娃会裹动一点 这个我也不是太了解 伯克丽锦已经浮盘了 当初是十块钱一个小老庄的单头 然后现在已经爆芽了 这边是三个 然后这边是一个 这一盆是玛利亚 已经从之前的黄金色退下来了 现在有点绿 然后它的坠画呢就是虎晶坠画 这一颗就是它的坠画的样子 这一盆是嫦娥 它和承蒙鹿有点像是吧 但是它的夜间呢就比较尖 承蒙鹿呢也比它要圆一些 宽一些 这一颗就是承蒙鹿 肥一些圆润一些 这一颗是篝火 是水培的 这一颗是粉蓝鸟 仙气十足的 但是它夏天就比较爱穿裙子 这个是可可爱的小冰玉 这一颗TP 也叫地比 这时候养了三年多的 现在虽然褪色了 但是它冬天的时候是那种果冻的粉色 非常好看 这一颗是布兰迪 这是我稍微大点的 还有一颗小小的 这一颗就是比较小的 然后还有一颗水培 这颗是水培的 颜色还挺好看的 红颜蜜雨 这个大家经常在视频里看到 这一颗是暗冰 很少在视频里出现 这个地方太小了 都把它给挤遍形了 这一盆是月亮石 稍微有一点缺水了 这一盆的名字有点拿不准了 但我记得好像是叫克洛伊 是那种肥肥叶片的小多肉 女厨的一个小群生 当初是花了一块钱 胖胖的这个桃花园 粉色系的多肉 大家应该都挺喜欢的 双头的小灵影 感觉它有点像那个肉酱玫瑰 这一颗就是肉酱玫瑰 买回来我还没有上盆 一直放在旁边 这一颗是贝瑞 现在还没褪色 它是带香味的 东云系的吉塞尔 它可以长得非常的大 小单头的宝利安娜 这一颗同样也是宝利安娜 是一个小老妆 这个是晚霞之舞 是带粉带褶皱边缘的 这是一颗在不断爆芽的鲜桃 已经长掰了 这边长出来两个头 这个是大胖子奥布琳娜 现在褪色了 它是全粉状态的那种肚肉 这颗是白玉麦杆 买的时候说是白玉麦杆 但是有朋友给我留言 说这个它不是真正的麦杆 就是白月影的杂娇 这个就是大家都喜欢的 肥嘟嘟的陶蛋 入坑的时候一般都会买这个 这里还有一盆 粉粉嫩嫩的 这一盆是我带大的小群生 它叫双花 汤圆 小熊掌 这有一个小海螺 然后这块还有一个小精灵 这颗是千叉的小双花 这个叫粉钻或者是南山 这个是佛罗瑞安娜 后叶的月影 这个也是后叶的月影 这个也是小海螺 这个是雪滴子 今天先介绍这些吧 然后有一些已经拿到小院去了 然后有时间我去那边 再给大家录一下它们的名字吧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